我们在人生当中 有很多人什么都在意 什么都要斤斤计较 毛病很大 这些毛病一旦养成天长日久 许多小的烦恼就会铸成大烦恼 在这一点上 古代的智者们早已有了清醒 而深刻的认识 早在两千多年前 雅典的政治家叫克里斯 他就向人们发出警告 注意啊 我的朋友们 先生们 你们太多的纠缠小事了 中国古代的先贤孔老夫子说 理智用何为贵啊 不要把别人向坏的地方去想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常常为一些 马上就应该忘掉和可以忘掉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纠缠而失去理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几十年 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然而我们却为这些纠缠 无聊的琐事 已经白白让备了 我们近一辈子的宝贵时光了 所以很多人一生喜欢和人攀比呀 好像觉得人生活的就要比呀 就是人生活到死啊 我也要跟你比到死啊 童年的时候和别人比成绩 青年的时候和别人比老婆 中年的时候和别人比钱财 老年的时候和别人比子女 死了的时候和别人比葬礼呀 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说 我爸爸死的时候一千多人去了 你怎么不说洛古炫田便跑其名 我告诉你 要懂得学博人 要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无常的 懂英国 你才能破迷开悟啊 台长在澳洲 二十六都会给大家看图腾 那个就是上个礼拜吧 台长看出有个听众身上 有个老太太在腰上 听众的腰不好 台长还说他上次就看出来 他肾脏不好头痛 还看出他浑身无力 眼睛不好 站一会就会腰痛 而且掉头发 大便不好 台长叫他吃蜂蜜 还精确地指出他家的佛台 在客厅的偏左面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你好 1949年的牛 你帮我看看身体有没有人性 有啊有啊 是一个老太太 很清楚的一个老太太 那不是 我现在很不舒服 师父啊 腿也不舒服 对啊 它就在你的腰上 所以你的腰也不舒服 对对对 师父啊 你当时说我身不好 还有头疼 我现在确实是头疼 身体不好 现在今年年 对了那就是我告诉你的 我什么事情都是讲在前面的呀 对对对 你现在主要是浑身无力呀 对对对 点都不错 而且你的眼睛也不好 对对对 腎脏无力 没有力量 而且只要站一会儿 你的腰就不舒服 对对对 注意头发不要乱抓 洗头的时候 哎呦我现在头也疼啊 掉头发 对对对 现在头发掉得很厉害 你这个排便要当心 排便对 我吃两天大便不好 你赶快要吃那蜂蜜了 好的好的 师父啊 我最后想请你帮我看看 我家的佛祭怎么样 是不是在你们客厅的偏左面啊 正门的左边 对 看见吗 好久倒不过了 好啊 很好啊 对对对 很好有菩萨来过的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师父 你辛苦了 谢谢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 有一个巨商 这个比较过去的年代 为了躲避动荡 把所有的家产 置换成了金银票 就很久很古很古的时代 他特制了一把鱿鱼伞 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像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都看见过 游鱼伞 看见过吗 那把鱼伞啊 油的 就纸啊 是纸的油的 他呢 为了逃避动荡 被人家 拿去这些金银票 他就全部把它藏在 散饼里边 最后那个窝的 那个散饼里边 然后把自己呢 装扮成了普通百姓 带着鱼伞呢 准备归影 乡野老家 不料呢 途中出了意外 因为他走了太劳累了 他就在凉亭当中 打了一个盹 醒来之后 雨伞不见了 全部的家当啊 都在里边呢 巨伤 毕竟经商多年啊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苦 他很快地冷静下来 仔细观察 他发现 随身携带的包裹 完好无损 断定那雨伞之人 应该不是职业盗贼 十有八九 是过路人 顺手牵羊 拿走了雨伞 此人应该就居住在 这一段附近 巨伤 决定就此住下来 他购置了 修伞的工具 干起了修伞的银声 他静静地等待 春去秋来 两年过去了 他也没有等到 自己的雨伞 巨伤心 沉下来 仔细思量 他发现 有些人 当雨伞坏得 不值得一修的时候 他会选择 重新购买 新的雨伞 他怕 他那把雨伞 被人家丢了 于是巨伤 打出旧伞 换新伞的招牌 而且 换伞 不加钱 一时间 前来换伞的人 络绎不绝 不久 有一个中年人 夹着一把破旧的 鱿鱼伞 冲冲而来 巨伤 接过一看 哎呀 正是自己 梦寐以求的 那把雨伞 伞丙处 完好无损 巨伤 不动声色的 给那个人 换了一把心伞 那个人离去之后 巨伤 转身进门 收拾家当 从此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静 才能出智慧 巨伤的无言等待 是静之后的智慧 所以我们人在碰到突如其来的面前 应该冷静 沉着 应对 化现为一 对学博人而言 你要学会静 那是一笔智慧的财富 它会让你懂得 静能生会 人生惊涛骇浪 乌云笼罩 有时候我们人的焦虑苦恼 非但对你无济于事 有时候还会让你变得 事情更加糟糕 恰如其分的安静 能够让你稳住正脚 返回损失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 圣人老子说 自虚及守静度 众为清根 静那是任性的智慧 静盛闹 寒盛热 清静为天下正 这就是告诉我们 自虚及守静度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 原本都是虚空的 宁静的 你如果能够达到虚空的极点 外无所见 内无所思 宁静内守 清心寡欲 众为清根 就是稳重的人 就是能够控制好 自己的清算 静声灶 寒盛热 清静为天下正 就是告诉我们 安静 胜过灶动 寒冷 胜过炎热 只要清静 你就能成为天下之正道 就像佛说的一样 静心施般若 静 才能照见 五蕴皆空啊 很多人学佛 这个学学 那个学学 这也要 那也要 看哪本书都是好的 常言道 看病要找对医生 学佛要找对法门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两脚死尽的踩 只能是十公里 一个人开汽车 一踩油门 一小时 能够跑一百公里 一个人坐高速铁路 闭上眼睛 你一个小时 能走三百公里 一个人坐上飞机 吃着美味 一小时 就能跑一千公里呀 学佛也是这样 同样你在努力 不一样的平台 载体和法门 结果一定不一样 我们要学习正法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让自己现在就脱离 烦恼和痛苦 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能改变自己的人 你已经是个解脱之人 在同一座佛山上 有两块相同的石头 几年后 却有不同的结局 一块石头 被做成了佛像 有很多人在膜拜 还有一块石头 被人家做成了石阶 没有人理睬 这块石头 非常不平衡地说道 老兄啊 我们是相同的石头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 差别这么大 另一块石头就回答说 你还记得吗 几年前 山里来了一个雕刻家 你害怕 搁在身上 一刀一刀地痛 你吃不了这个苦 所以被凿了几下 就变成了垫脚石 而我承受的疼痛 终于成为了佛像 吃苦才能成功 所以人家膜拜我 而把你踩在了脚下 人生的苦难 那是一架梯子 对于学佛人来说 那是走向西方极乐世界的梯子 对一些人来说 它是走向黑暗的地狱 一个人能够正视苦难 善待苦难 苦中修行 你就会得到人间成功的境界 只是心态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 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积极向上 每当你越过一个苦难 你就提升了一击 每当你越过了一个烦恼 你就还清了业债 这样我们才能 无债一生清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新年的第一场法会 师父都会讲一讲 这个世界的运程 而且我在去年 2018年的1月 在好思维演讲的时候 我所讲的 现在全部印证 所以我知道 你们很想听听 2019年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 能够知道一些情况 可以预防一些 今年2019年的天时 师父告诉你们 还是比较乱 所以人跟人的共识差异 会越来越大 所以人跟人要去沟通 必须花十倍 比方说你去年花十倍 你这次要花百倍的努力 主要是受到一些破日 和天时的运程的影响 所以人跟人接触 非常的难 今年火旺 所以看人 你都不要盯着他看 他想告诉你们 如果你盯着一个人看 看二十秒钟 你就会产生怨气 他也会产生怨气 除非冲着他念 且接受 你看 不学佛的人 他看人 如果二十秒钟 你说气会看出来了 你看我干嘛 你为什么看我 听懂了吗 那么经济呢 世界的经济 在年中会有大事发生 年底会有返回 极星的征兆 就是年底的经济 从年中之后 经济会上涨 要当心海滩 空难 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海难和空难会特别多 下半年要特别当心 死水的污染 山洪河水灾 印尼地区继续会有地震和海啸 最要当心的就是澳洲的火灾 澳洲今年的火灾特别大 山林有大火 世界呢 在东北地区会有持续的地震 还会有一些疫情 动物感染了 一些机温啊 牛温啊 猪温啊 特别当心 在东南亚上半年尾 有火山地震 还有局势不是很稳 在美国还是继续有火山 欧洲的经济 还是继续非常的疲软 整体运程 小制家庭乃至世界 在七月左右要特别当心 婚姻要避开二月和四月 还有六月和七月 这四个月很容易吵架 而且很容易离婚 等到你们吵架 吵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们最好把这两个月记住 哎呦 台长说的 二月不能吵架 会出事 嗯 下个月再吵 那么 什么样能够使家里的气场转好呢 你们家里 现在人家里 我们现在 国泰民啊 每个人家庭都比较富有了 最好的方法 在家里客厅里啊 要放一盆鲜花 因为鲜花能够转运的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一个人为什么女人生气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给他一束鲜花 让他看到花的时候 他会看到花 算了算了 听懂了吗 因为鲜花会转运的 如果你的客厅里面放一束花 你生气的时候看看它 有时候回来 整个房间的气场就不一样 所以鲜花还是很重要 你看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注重花 你看澳大利亚 它有花展 坎培拉有花展 坎培拉花展过了没有啊 是几月份啊 一半 我想不起来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 经常去看花 那个在家里呢 要多看看 如果实在没花的话呢 多看看山水花 要看山水花的话 少看山 多看水 水是柴 水能让你心情平静 大家听懂吗 家里放一点新鲜的菊花 可以长寿 如果老人家在家里 你给他买点菊花 可以长寿 这些你们都听不到的 那个想生孩子顺利的话 怀孕啦 想生孩子呢 家里要放点万年轻 万年轻 要孩子读书好 你要让孩子最好 在考试的之前的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 让孩子每天早上 晒15分钟 被啊晒太阳 增加他的能量体 这孩子会脑子非常的好 小孩最好读书写字 要在阳光房 大家听得懂吗 太暗的书桌不好 今年呢 一开年 股市会非常不稳的 一直到四月初 股市都不是很稳 但是三月之后 这个股民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会买股票 世界经济呢 会在下半年好转 教育环保都会有走下坡的情况 那么大家都最希望听到的 那就是健康问题了 今年特别要注意的 人的健康 那是肝和肾脏 肝喝酒要当心 还有注意休息 肾脏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的肾脏不好 那就是要多喝水 因为水就是不胜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继续 要吃一点 这个六味地王丸 而且特别要当心你们的骨头 因为这个2019年 火特别旺 人容易争吵 骨头也特别容易脆 今年很多人会问我 师父应该多吃些什么 蔬菜 师父告诉你们 吃黄瓜 多吃黄瓜 拌草都可以 因为很多病都是肺引起的 所以多吃黄瓜 对肺清肺都是好的 所以咳嗽感冒 在今年会特别多 今年女士身体 中年妇女要特别当心 主要是肠胃和骨头 骨关节 但是中年妇女 在2019年 财运比去年会好很多 一听到财运好了就鼓掌了 修得不好 很差劲 今年的男士的腰部和胃部和肩膀 要特别当心 男的男士挂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全部都可以挂在里面 可以防灾的 可以劫难的 不要挂在外面 女的可以挂在外面 男的可以挂在里面 那么很多人跟我说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今年一生平平安安 师父告诉大家 出门前念十三遍 能不能大慈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一切平安 可以在心里念 一边关门都可以念 就是一边关门前 能不能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十三遍 好了 要讲的很多 今天呢 这个呢 跟大家暂时提醒大家一些问题 其实主要就是身体和关节 在夏朝时代 诗部每个故事都是有道理的 在夏朝时代有一位著名的神剑手叫后裔 他剑术精湛 明阳四海 有一天夏王请他进朝表演剑术 这都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 他用以此剑方的兽皮 制作成靶子 在当中画了一寸的红星 任后裔施展才艺 后裔见此 胸有成竹 临摄前 夏王突然宣布 啊 摄中了 赏你一万两黄金 摄不中 剥夺你拥有的封地 就是封给他的地了 后裔听吧 顿时脸色骤变 呼吸急促 他拉开弓 射出了第一支剑 咻 射出去之后 穿过靶子 偏离了中心 后裔双手颤抖 艰难地射出了第二支剑 这支剑远离靶子落在了地上 周围的人连连发 这怎么办 夏王问大成迷人说 后裔平时射箭百发百中 为什么今天连射两箭都脱靶了呢 大成说 啊 皇上 因为今天的重金和崩地的事 他可能有了心理的负担 因此完全而失去了常态 这个典故就是告诉我们 你们要懂得 人一旦有了欲望 就一定会失去常态 所以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不管在人间外环境怎么变化 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让自己的贪念 舒服了自己的思想 扰乱了心态 切磨让异常的外城 影响了我们人意识中的正常思维 所以要学会守住你的情绪 疏解一切不如意的情绪 不要让情绪影响你自己 用佛法顺加持 如意不顺利的时候 要懂得要去转换它 我问你们什么叫转换 你本来心情很不好 心态很不好 你拜拜佛求求菩萨 心里有安慰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顺利 这样你就会欲顺不欢喜 欲逆不难过 随顺因缘 自主生死 自己的心 自己控制 自己的快乐 自己做主 有一个妈妈今天特别开心 在家里切菜啊 做菜啊 做得很开心 孩子一回来 妈妈 我没考好 开始了 你的心情完全被孩子控制住了 所以人很难控制住自己 所以要想不烦恼 就要离开烦恼 进入安乐的净土 寂灭的心态 远离轮回 了脱生死 曾经有一个小国到古代的中国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金人 小的完全是黄金的 金碧辉煌 哎呀 这个时候老皇帝乐坏了 哈哈哈哈 可小国出了点难题 请问皇上陛下 请您告知三个小金人哪个最有价值呢 皇帝一听 那怎么办呢 找人 来人呢 工匠 之后 工匠上来了 成分量 黄金 工艺 一模一样 这么一个皇上也不可能不能不懂啊 所以他就请来了大禅师 禅师胸有成竹 拿着三根硬稻草 一根插进了金人的耳朵 稻草从另一只耳朵出来 第二根 从小金人的耳朵插进 从嘴巴里掉出来 第三根 从耳朵里插进去 掉进了这个金人的肚子里 什么声音都没有 禅师说 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 小国的使者 点头称是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最有价值 不一定是最能说会变的人 两只耳朵 一个嘴巴 让我们多听少说 如果你能够善于倾听别人 你就是修行人 最懂得 最有修养的 基本素质 那个台党呢 在节目当中有一天呢 就是前三天吧 开法会前三天 一个同修的反馈 他念经的时候 看见台长的法身 台长跟他说 我是出现在 靠近你家窗户的时候 我穿着西装 他说对呀对呀 还戴领带 台长看出 他有三件事情放不下 听众说自己不清楚 台长就告诉他 一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一是为了家里 卖某样东西 他才恍然大悟 说对对对 我请大家听一下 就是三天前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让我看一下 这是您的笼 我那个念经的时候 师傅 你的法身 今天在我家 你知道吗就好了 在我的法身 你看见了 你看见就是在你们 靠近你们家窗口这里 对呀 就是电子 我就发起充满 我天天 他们的念经 你很好了 师傅穿着西装过来的 对呀 就记住啊 大领带啊 你记住啊 你好好的念下去的话 菩萨会保佑你 你很多事情都会解决掉的 你不要担心 你现在有三件事情 最放不下 师父都在帮你解决了 你自己不知道啊 三件事情 我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啊 一个为孩子的事情 一个为你们家里 什么卖出去 卖不出去的 一个什么事情 哦 好好好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对对对 好了 你已经很福气了 我这个不知道 师傅发生到你这里来 你已经很福气了 好好念经了 好好好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符所 感恩师傅 我们福气很好啦 再见 一个老妈妈属于 级别比较低的 老妈妈 因为师傅 发生到她那里去 级别比较低 如果你们念经 念了观世音符扎 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级别高了 曾经有一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 出了一道考题 说 如果你知道 一个女人怀孕 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了 其中有三个 是耳朵聋的 两个眼睛瞎的 一个智能不足 而这个女人 悄悄又怀孕了 请问 你建议她堕胎吗 学生刚要回答 教授制止了她 又问她 你在听我第二个问题 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 而你的这一票 是最关键的 那么现在 我告诉你 这个三个 被选领袖的事实 候选人第一 他跟一些 不诚实的政客 有来往 而且 他会心向赞卜学 他有婚外情 他是个老烟墙 每天喝八到十杯的 马丁尼 候选人之二 他过去 有过两次 被解雇的记录 他每一天睡觉 基本上睡到中午才起来 大学的时候 还吸食过鸦片 而且每天傍晚 会喝一大夸特的威士忌 候选人第三 他是一位 受勋的战争英雄 不吃肉食主义者 他不抽烟 只偶尔的喝一点啤酒 从没有发生过婚外情 请问 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 选择谁 学生 马上把答案 写在了字上 然后 教授看了之后 告诉他 候选人一 那是Franklin 罗斯福 候选人二 是 Winston 邱吉尔 候选人三 是阿道夫 希特勒 学生听了之后 张大了嘴巴 教授问他 你是不是 选择了 希特勒 那么你现在 还会建议 那个妇女 去堕胎吗 学生说 这个问题 不要考虑了吧 我们 懂得 优生优学的教育了吗 这位女士 已经生了这么多 非正常的儿童 你就别 让她再添乱了 学生建议她 堕胎 教授告诉她 那么 你杀死了贝多芬 她就是贝多芬的 母亲 学生 又一次 张大了嘴巴 教授说 吓一跳吧 本来 你认为 很好的答案 结果 你却扼杀了 贝多芬 创造了希特勒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 人间的真相和真谛 佛说的 四圣地 苦极灭道 就是让我们知道 无常和懂得因果 台长 继续跟你们讲下去 有一艘邮轮 遭遇到海难 船上有一对夫妻 好不容易来到 一艘救生艇的前面 艇上就有一个位置 这时候男人 却把女人推向身后 独自上了救生艇 女人在渐渐沉默的大海上 向男人喊了一句话 讲到这里 教授问学生 你猜这个女人 她会喊什么话呢 学生情绪激奔地说 一定是说 我恨你 我瞎了眼了 教授说 女人喊了一句说 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轮船渐渐地沉默了 男人回到了家乡 独自带大女儿 被村里的人叫马 多年后 男人病故 他自己的女儿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 原来 父亲和母亲乘坐游轮时 母亲已经患上了绝症 关键的时候 父亲冲向了那唯一的生机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多想和你一起乘入海底 可我不能 我为了女儿 我只能让你一个人 长眠在生生的海底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世间的善和恶 对与错 情况错综复杂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根本分辨不出 什么是对 什么错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以为对的 实际上你是错了 以为是错的 实际上你是对的 三十年前 你认为对的事情 可能你现在觉得是错的 可能你今天 认为是对的事情 可能几十年之后 又是错了 学博人 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 来思考事物 轻易做出判断 不要用今天的现状 你去判断 任何人的未来 包括你自己 事情都有因果 只有用佛的般若智慧 你才能看破放下 认识今天自己的错 你才能迎来明天的正确观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了 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回望 你会发现 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 只是在你生命的瞬间 一段的过程 所以人跟人夫妻之间 有时候就要放手 有时候有一句话 你不放过他 可能就影响你们的婚姻 太阳说句笑话 有一个老公就跟他老婆讲 老婆啊 你既然觉得我不好 我也觉得你不好 我们两个都不好 那我们就将就过吧 也不要折腾了 也不要离婚了 省得以后 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 再去祸害别人去 老婆说了 今天你说的这句话 像人话 算了 我买菜去了 你越过了一个障碍 你就会感觉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不通呢 最痛苦的 不是放弃的那一刻 而是放弃之前 你心里的挣扎 无助和患得患失 我们以为放下会痛苦 记住了多念心经 想到不管什么痛苦和烦恼 几个月几年之后 绝对不会这样 当你越过了 这就称作为回归自然 所以什么都没有带来的人生 你不可能把人间的东西 财产啊 房产啊 妻子啊 女都带走 来的时候 一个小床 坐着 走的时候 一个小盒子 所以人生无常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不学佛 你才会想不通 学佛之后 你就懂得 我们这一生 给我们带来的 只是忧伤和惆怅啊 时间关系 我不能讲了太多了 因为真的是 台长是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想通 我最难过的就是 看见很多人不笑 因为我看见他不笑 就意味着他有苦痛 有难过 有悲伤 有烦恼 所以我非常喜欢 看到你们的笑脸 因为当你们一笑的话 说明你们想通了 开心了 因为想不通的人 笑不出来 很好 为了加强你们的笑声 所以台长 要讲两个笑话 给大家听听 讲不讲是我的事情 笑得出来 笑不出来 是你们的事情 有一个黄金首饰店 遭遇到打结 遇到打结 匪徒手持砍刀 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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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进来 威胁一个女店员 看见一个人 过来 把口袋张开 往里面倒 往里面倒 匪徒呢 非常着急的 你飞猪啊 快点 快点 正在这时 没想到这个女店员 突然拿起 桌上的技术器 疯狂地向匪徒的 头上砸去 这一连串的猛砸呀 将匪徒啊 突然之间击倒了 大家一拥而上 把匪徒制服了 当记者采访 那名英勇的 女店员的时候 她的情绪 还没有稳定 记者问她 请你讲一讲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 英勇地制服了 废徒的 女店员气冲冲地说 为了生活 我可以忍呢 谁说我胖 我就跟她玩命 再来一个 有一个老公啊 她姓李 老婆呢 姓周 一个姓李 一个姓周 老婆呢 生了一对双胞胎 老丈人呢 就跟女婿提要求了 啊 你给孩子取名字 啊 一个要有姓李 一个要姓周 第二 取的名字 要有纪念意义 第三 两个名字 要同一个意思 女婿那天来了 告诉老丈人 爸爸 名字取好了 老丈人说 好啊 取了什么名字啊 姓李的 叫李拜天 姓周的 叫周末 意思一样 所以我们学佛人 记住了 爱心使人健康 善心使人美丽 真心使人快乐 时间是我们最好的药物 宁静是我们最好的心情 步行是我们最好的运动 开心也是快乐 所以善良是我们心里的营养素 宽容是我们心里的调节器 乐观是心里的不老单 慈悲是我们心里的支撑 懂理解别人的人 他容易找到自己的感觉 懂知足的人会找到快乐 懂得放下的人会找到自在 懂得珍惜的人会找到幸福 台长告诉你们 人生中不争就是慈悲 不跟人家争辩就是有智慧 不去乱听就是清净 不乱看就是自在 不贪就是不失 断恶就是行善 改过了就是忏悔 谦卑了就是礼佛 手礼就叫慈悔 原谅别人就叫解脱 知足了就叫放下 不怕路远就怕字短 不怕不知就怕装懂 不怕贫穷就怕懒惰 不怕对手就怕自己 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你的思维 希望我们学博人应该帮助别人 拥有佛法的思维 看到将来看到未来 看到我们还有明天忘记过去的忧伤 什么月朦胧鸟朦胧 明天一定是阳光灿烂 谢谢大家 很开心啊 我听到你们的掌声很开心 尤其我看到刚刚很多人没笑 现在都笑了 哎呀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不失笑脸吧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 卢君红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